我忠誡 早上 再跑 又拉 在捷捷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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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2 2 1 2 1 2 1 来吧 走 Temple you still in go get your corner that's the one 对 there you go 与手 身体贴住 抢篮板 只要你愿意抢 他一定贴 OK Let's go 下面介绍松山高中 這邊有高中籃球 連赛男竹竹的冠軍決賽 盛世開打 OK 先行 Temple you ígen 當然 KE ents iz 是 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今天我们所在的地方是2015年HPL 高中男子甲组篮球联赛的总冠军决赛的球场 在这里成军20年的松山高中 再度印证了重返荣耀所付出的汗水和坚持 那今天这场比赛里面 松山高中从2011年获得三连霸之后 陪为四年终于抱得冠军杯回家 20年来松山高中球队 这位球员来来去去不变的 是他们热血里面 晋级带我Do Our Best的DMA 还有就是20年不变的总教头 黄万楼教练 事实上我是一个教练 但是我们不断学习如果当教练 我20年了 我觉得我还在学习 非常凶 希望我们再进步一点 在球场上再尝试一点 全队都愿意相信教练 跟着他的脚步 我叫所有人坐下 围一个拳圈然后围起来 我跟他们讲说 我们还有20分钟 OK 还没有输 一颗一颗来 观众朋友 欢迎来到松山高中 一起来体验松山高中篮球队 绿色神盾的威力 今天我们的看板人物 是松山高中篮球队 20年的教练 黄万龙 黄教练 黄教练 你好 宁华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谢你让我们来到松山高中 黄万龙 黄教练 今年是第4次 亲自带领松山高中篮球队 在杜卓下了HBL 队史上的第4个冠军 我们跟着黄教练 在拍摄的过程里面 很多人都称呼你 冠军教练 冠军教练 做了20年 冠军教练跟教练两个称呼 这时候对你来讲 差别在哪里 或者我应该问 有没有差别 其实我不喜欢 人家叫我冠军教练 我喜欢人家叫我教练 因为冠军只有一个 所以 你不可能每年拿冠军 所以每次人家叫我 冠军教练的时候 我就说谢谢 但是我心里不是很舒服 然后有些人会说 大教练 我就心里更不舒服 因为我只是一个高中的教练 而且你知道高中的教练 是一个基层的教练 那我也很清楚 我教的是学生 我教的是人 所以冠军只是一个结果 我们不只是要追寻 这个好的结果 但是在结果的过程当中 我知道 有一些东西 比这个冠军还来得重要 可是外龙教练 你知道吗 台湾社会就是基层 有很多很多像你一样 一生懸命的人 所以才会有各种专业的精神 在这个很混乱的时代 可以保留下来 你一开始为什么带了一本书 要跟我们分享 所以这就有渊源了跟典故了 这不是一本 这不只是一本书 这是在我当教练的过程当中 影响我非常非常深远的一本书 这个教练他是普英斯顿 籃球的一个球员 他最后要变成会拿冠军队的一个球员 当我在1998年 我认识了一个国外的教练 Piccario 我第一年当教练的时候 他教我很多的一个篮球的观念 然后那一年的暑假 我每天跟着他 然后他 然后每天我们就拿了这一个 这是他给我的 这是他给我的一个篮球笔记本 然后每天我们就要用拿笔 我就每天去问他问题 然后每天我就用拿笔 然后画这个战术 比如说这次UCLA的战术 我们每天就这样去做 去讨论 他跟我分享很多的 篮球的一些教学 然后他 他有特殊的自己的专属的学家 他也说Roman 你努力一点点 然后当你拿冠军的时候 你一定要抽学家 对 那是代表 冠军的一个教练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黄教练 叫十年磨一剑 你在这个学校 在我们今天拍的这个松山高中 带领篮球队二十年 你人生里面非常黄金的二十年 拿了四次对史冠军 走到一个巅峰 还有更高的山头 来我们看这是黄教练 刚带松山高中篮球队的照片 当然二十年 二十年每个人的变化都会非常多 我的意思说 做一个基层教练整整二十年 你过了哪一些生活 你心里非常清楚是异于常人的生活 在松山高中我是体育老师 但是我做了教练的工作 所以我很庆幸我可以当二十年的教练 在一般的学校他可能是教练 可是他没有固定的薪水 如果他的战绩不好 他就会被fire掉 所以HBO里面现在很多的教练 大概只有交了两年 交了五年 交了十年 在我成长过程当中 我很感谢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的基层教练林征服教练 他在国中的时候带我 我们拿到国中全国冠军 然后后来我念苗栗高中 我们拿到HBO的第一届冠军 那是HBO民国77年的时候 也是公立高中 就跟松山高中一样 对 那我很感谢我的高中的林教练 那时候我家境不是很好 我高中的时候他帮我带中餐 在你几乎经济上 比较无依无靠的时候 是苗栗高中的林征服林教练 他陪你走过你无法想象的 那一个谷底 因为你还不能够承受那样的压力 和那样的茫然失措 后来黄教练考上了师大 有了工费 他的人生才可以靠他自己的奋斗 跟努力有了新的开展 所以基层教练对你来说 应该是这样讲 就是说基层教练 高中的教练 在我过去的时候 我很感谢我的高中的教练 跟国中的教练 因为有了他 他照顾我的生活 还有训练我的球技 让我在公立高中的时候拿到冠军 让我有真实权念大学 这个念大学 然后我考上师大 然后我很庆幸我有这个机会成为老师 当HBO越来越受瞩目的时候 你们的冠军赛的结果会登上全国性报纸的头版头条的时候 走到这一步 面对这些孩子 他们怎么样在青春期承受这个巨大的压力 而承受这个压力 你觉得对他们人生来讲的好处是什么 在拿到冠军之前 我是付出了十二年 第十二年我拿到冠军 在这成长的过程当中 不是只有一个教练去影响我 我有人生中的导师 我有人生中的教练 去带领我去成为一个教练 教导我的球员 可以让他更进步 我有一个叫做 Koch Yanai的一个教练 目前为止我们二十年了还有联络 你知道吗 我在他身上学到了Defense 他说你教防守的时候 你就要像练武功一样 来 你的就像打功夫一样 OK 你要站稳来 OK 然后你的眼神 你的姿势 然后去攻击对方 不是手 你是要攻击对方 OK 然后以静自动 跟还有那种 那种杀气跟眼神 所以第二个我很感谢 因为我的执教的时候 刚出诚信案那一批的时候 条件非常的差 我们只有防守才能够 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还有国内的教练 也叫陈日新 陈老师 我也认识他二十年了 他陪着我从不会当教练 当会当教练 拿冠军 然后再来拿三连霸 再来有三年没有打进十二强 或八强 人生最大的时候 或者是最后今年又拿冠军 他们都深深地影响我 所以这十年的磨剑 我们是这样磨过来的 所以我更有一个信念 就是成为一个教练 你必须不断地学习再学习 对你们来讲只是一个球 可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生命 是一个人生 而且你没有心事去参与 你没有办法去了解跟体会 一颗篮球是比赛也是人生 对我们的这一颗球 好 这一颗球 好 这一颗球 好 这一颗球 十五号前锋 187公分 加到许轩宇 3月的第一个周末 HBL冠军赛 小巨蛋大爆满 一万五千个位子坐无虚席 小巨蛋大爆满 要踏上这个舞台 必须经过二十场征战 不要急嘛 重点是我们防守没有收好 太怕被过了 没有强度啊 然后我们一对一防守 为什么都一直被过 退后一点点 这全部没有防守 全部 然后也没有速度 都不怕被用 你这样听清楚 我要你的防守 你刚才这个火车很难 去香港,也是一樣,你身為一個空球的人 我自己玩,我會不想一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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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我自己玩,我會不想一個 先開始了,先開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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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拿一個拿一個 黃手講話 那時候大家就是比較各打各的 還不夠的環節在一起 然後在球場上也沒有比較好的溝通 所以就就是我們公是公的勁 可是就是守不住他們 然後就分數就開始越拉越多 其實那場大家都很想 很多都是自己國中的同學 都是學長 對 然後就很想要贏他們 可能太球好心切了 HBO這場預賽當時只剩下10分鐘 松山落後12分 先發球員卻全在場邊罰戰 黃萬龍說罰他們不是因為輸球 而是態度不及格 也不是氣教練 就是氣我們自己 就是明明就可以贏的比賽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子 那種態度 那種不服輸的精神跟態度 他沒有發揮出來 而是他落後的時候 學弟們選擇放棄 他很不喜歡放棄 在教練黃萬龍的字典裡 沒有放棄這兩個字 堅持 執著 是他帶領松山籃球隊20年 不變的唯一態度 坐重回來 還跑去坐重量 我就說我們心裡不夠強勢 所以乾脆就是身體練壯 身體練壯一點 然後隔天早上就直接超體能 那真的很慘 剛剛幾公斤 一百三 你抬得起來喔 抬得起來喔 抬得起來 很吃力是不是 你點到方 失敗 失敗像一個特殊的引擎 啟動松山高中籃球隊 這十一個大男孩 下次一定要贏的旺盛鬥志 好多不穿就可以了 是沒錯喔 但是 位置的部分也可以再卡好一點 對 要大膽喘 大膽喘 如果你的手會張開一點 我會更有信心喘 高中籃球隊 高中籃球隊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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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賽中的領先 最即驕傲 這時候魔鬼教頭黃萬龍 不斷提醒這群年輕的孩子 不論贏多少 都是從零開始 開動手發 好 掌聲 預備 別動 換 然後他會一直跟我說 叫我要再強勢一點或許 他希望我再有霸氣這樣子 在輸贏之間磨練心智 他們比同年齡的孩子先學會 永遠做好準備 迎接下一個挑戰 你覺得隊伍最強的危險嗎 我覺得 我覺得十一都差不多 只是要怎麼去面對每一場比賽 然後松山高中 這群青春期的男孩子 在跌跌撞撞的成長中體會 面對未來最大的敵人是自己 最後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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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今天晚上看到你們 松山高中最好的房子 就在今天晚上 來 新任的房子 就在今天晚上 OK Let's g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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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HBO冠軍賽的上半場 松山整整落後15分 中場休息 凝重的球隊氣氛 有如千塊鐵塊壓在每個球員的胸口 我起到想要摔椅子了 但是後來我也忍住了 因為大家都我覺得都 有這種氛圍就是不可能贏的 但是我覺得沒有所謂不可能贏的 面對壓力沒有退路 槍響前沒有勝負 都要拚到最後一刻 往外分球 一個胸肺 三分內心的出球 高普哈分隊 最後關鍵兩分鐘 連續三顆三分球 局勢扭轉了 就有逆轉勝的機會 就會有奇蹟的時刻 我就說 好多喔 準備會不會不會 好多喔 哇 哇 哇 一場比賽不是人生的全部 卻都是生命裡不會再重來的累積 記得輸的遺憾 珍藏贏的感動 然後又要重新開始 因為明天還有比賽 明天還有更長的人生要走 這是黃萬龍想交給15歲的他們 黃金歲月松山高全體球員 最重要的一堂課 也是這20年來 無數在黃萬龍的汗水淚水 吼聲歡聲 浇灌滋潤下 成長茁壯的綠色神盾球員 從魔鬼教頭的身教上 學到永難忘懷的一科 各位觀眾 今天我們在這裡看到的 就是在今年的HBL冠軍賽 將士用命最後抱回冠軍盃的 今年松山高中的籃球隊 當然現場還是我們的魔鬼教練 黃冠 萬龍 黃教練 家裡我想這場冠軍賽 之所以讓人看的血脈噴張 非常非常精彩的原因 那是因為它是一場逆轉勝的比賽 你在中場的時候怎麼樣地去鼓勵後面這些年紀這麼輕的孩子們能夠持續抗壓 然後繼續打後面兩節 那時候你心裡想的是勝利還是一路往前堅持下去 上半場結束的時候 我看所有的觀眾 洗外面的觀眾 包含所有的球員 每一個人頭都滴滴的 沒有一個人認為說今天是會有贏的結果的發生 在從球場走到休息室的這一段 事實上我很專注 我一直告訴我自己 我還有機會 我可以贏 然後對面走過來就是泰山的 因為我走第一個 走過泰山的 他們一赴就認為他們會贏 而且他們也很有把握 等球員進入到休息室以後 我叫所有人坐下 圍一個拳圈 然後圍起來 然後我跟他們講說 我們還有二十分鐘 我們沒有輸 還沒有輸 一顆一顆來 但是現在我要你們做到的是 不能抱怨 因為上半場的時候 蔡柏抱怨高國豪沒有執行戰術 高國豪很生氣 然後認為這又不是我的錯 然後聽不到聲音 然後孫思瑤一直有情緒問題 然後我跟他們講 現在所有的人 所有的人 來 都必須相信自己的隊友 沒有任何的抱怨 我只在乎 你今天有沒有全力以赴 只要你做不到 你就下來 比賽的態度是什麼 比賽的態度不是輸贏 比賽的態度就是堅持 當你堅持的時候 你就會 你堅持到最後一秒鐘 你就有機會贏 我歸咎為這叫比賽的態度 所以我很高興我的球員 能夠堅持到最後 就是我在比賽的態度當中 我笑我們請問你該做的 來 隊長 這幾年 為什麼教練不管是高分背的 用吼的 用罵的 用教訓的 我想隊長可以代表大家說 對你來講 每一句都可以聽到心裡 然後變成你 激勵你的動能 為什麼 就是雖然說教練平常對我們很兇 然後 有多兇啊 形容一下 呃 非常兇 然後很嚴格 可是大家都知道教練是為我們好 然後就是希望我們再進步一點 你知道 在球場上再強勢一點 然後所以我相信我們全隊都願意相信教練 然後跟著他的腳步 對 然後我們大家目標是一致的 我覺得信任不是一時的 信任會有 會有 會有受傷 呃 他相信 松山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進松山的時候 他已經相信松山了 可是過程當中我們有衝突 這個信任就會破產 就會傷害 所以我們這個所有的 相信都來自於所有最後的堅持 來 孫思雅 我看這邊 這是賽後第二天日報的報導 他們登上了不只一家日報 不只是體育版的頭版 還有全國的頭版頭 全國制霸 叫我們冠軍 來 全國制霸心情是什麼 就很開心 因為他那時候就是問我說 拿冠軍的心裡第一件事想的 就是因為我們那時候落後 然後後來拿冠軍 所以心裡想的 當然就是我們是冠軍 我們就是比他們都還要好這樣 你覺得進入松山 到目前為止來講 對於你自己 你將來會永難忘懷 然後很大的 改變了你對於 打籃球這件事的看法是什麼 教練跟我們講 就是得分不是第一件 是做好防守才不會失誤 然後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可以防守 然後抓籃滿球 來幫助球隊贏球 比得分還要重要這樣 我可以說是一種 某種程度超越輸贏 跟勝負的一種心態嗎 就是會想說 能做什麼就是為球隊去付出 然後表管結果是什麼 反正做就對了這樣 這種經驗收拾高中週 教練讓我知道說 其實在球場上 我可以做很多事 就是像是要講說 比如說抓籃板啊 防守 然後我覺得到三年級之後 我就有新的任務 就是提醒一些 提醒隊友 然後幫助大家溝通啊 然後還有就是 教練讓我知道說 其實打籃球沒那麼難 就是 只要你願意去做 只要你想要 就可以成功的 剛剛不管是絲瑤或隊長都提到了 這個態度對他們來說是超越勝負 而且超越輸贏 這個年紀的孩子 你怎麼樣在跟他們相處的過程當中 看起來你教他們的試技巧 但實際上 你是培養他們的態度 然後態度希望能夠進入到他們的人格 事實上我是一個教練 但是我們不斷地學習 如果當教練 你也在學習的過程 對 一直以來 直到現在 我二十年了 我覺得我還在學習 身為一個教練 你必須要以身坐著 因為你是球隊的一個 所謂的領導者 你必須要帶這個球隊 告訴他們 我們的Vision 就是要想辦法在每一個球技當中 我們就要爭取最高的榮運 那就是冠軍 再來 我覺得 你平常的時候 我會親自下去做示範 我會做防守的示範 譬如說 來 郭昂 做防守 OK 譬如說 OK 第一 防守 你做防守 來 防守 防守 不夠好 因為他很緊張 OK 郭昂好可憐 來 然後我就會說 教練都做了 你們有什麼做不到的 你們有做一次防守 對 所以我現在要做給他們看 OK 所以我會這樣子 就是說 來 立板 Dee first 來 所以你的 你的 你的眼神 OK 你的眼神 來 你的 重心 你的 身體 OK 你的 你的 stance stance 姿勢 OK 你的 氣勢 還有你的眼神 你就是要把對方守好 OK 所以我做的示範 他跟著做 所以這就是 慢慢慢慢的 他們我覺得就是 從這個過程當中 去採取這些信任 所以我覺得慢慢他就會聽 如果你做不到 一直在做 做不到 繼續做 做到我滿意為止 你怎麼樣的 然後我就告訴我的球員 就是以防守 來作為我們主要的一個信念 球場上 OK 所以每一個人必須要做好防守 所謂生外公的精神是什麼 是Do our best 你進球場 你就是要全力以赴 你必須要把你所有的體力 所有的精神 所有的 熱血 對 所有的想法 你都必須要專注在球場上 今年HBL的信任王也是MVP 來出列 郭豪 好 郭豪我想知道就是 我們把時間拨回去年的 夏天的那個時候 對你來說 你國中應該就非常出色了打球 你是在一個什麼樣的 想法跟考量上 決定跟隨黃教練 然後來到宋山高中 因為國中打球的時候 就是只有專注 就是在進攻的部分 然後就是都沒在防守 然後因為我知道 我缺乏的是什麼 所以之後 球季結束之後 我才後面才選擇這裡 因為我知道我缺乏的就是 防守 個人防守 還有做任何事情 細節都很重要 對 好 謝謝郭豪 我想每一個人 剛剛我們訪問到隊長 郭豪還有思瑤 像在場其他的球員也是 跟著黃教練 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穫 所以他們今天也要帶給黃教練 一個意外跟驚喜 好 各位觀眾 我們這一些年輕的孩子 今天要送給黃教練 一個驚喜 對他們來說 也許有點難以啟齒 不過在錄影的現場 大家都很興奮 我們現在20秒計時開始 剛剛他們告訴我們 邵俊的聲音最大 所以等等 邵俊帶著大家一起 高分貝的 黃教練 想用多高的分貝 來訓練跟教育你們 你們用同樣的分貝 要加倍奉還 一起唸出來 黃教練 愛你 為你死亡男生作為一戰力 來 斯瑤 先把你的唸出來 從黃教練開始 來 斯瑤唸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好有男人味 再來一個 來 邵俊來 大聲唸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是我看過最認真的教練 黃教練 愛你 因為教練是我心中最好的教練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是最有霸氣的教練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是教過我最認真的教練 每個人都來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是全台灣最認真的教練 好像有嘆氣的 來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是我的身中一盞明燈 黃教練 愛你 因為教練認真的樣子最帥 你還是要減肥 來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是我心中永遠的教練 你要注意他們很多都畫了一顆心 來 隊長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是我心目中的巨石強身 黃教練 愛你 因為有您 照樣我的籃球路 黃教練 愛你 因為你是我心目中最有霸氣的教練 嗯 回應一句吧 不哭不哭 那我們一起念一遍黃教練 愛你 來 結束這一段 一 二 三 黃教練 愛你 謝謝大家 一些小孩子在高中的時候是非常叛逆的 他說我不打就是不打的 結果你知道他爸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結果火大了 你怎麼可以讓你爸媽在你的面前流淚 他就跪下來了 就說他對不起 父親對不起 所以他明天會好好練習 好 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在松山高中的樓梯間 黃教練 你在這個地方20年了 為什麼有一些已經畢業的松高球員提醒我們 如果你們來這裡一定要拍樓梯間 是他們永生難忘一個體能訓練的地方 對 沒有錯 你們經過過柯南的時期對不對 對 因為過去沒有很好的一個器材跟設施 那樓梯是最簡單 最有效率的一個訓練 肌力 腿力 耐力 跟心智的一個很好的一個體能訓練 那這五層不只五層 這相當於十樓高 那他們來往反覆是要跑 起碼二十堂 而且不同的方式 比如說 現在他們就是用跑步的方式 那待會他們可能會做單腳跳 然後或者是雙腳跳 然後跳兩個或三個 我現在在為什麼何守正說 這裡北韓集中營還恐怖了 你怎麼樣在你的Leadership裡面 用說服力讓這些孩子接受 他這些365天幾乎沒有停的 超限的體能訓練 球場上如果你的腳的力量不夠 你就沒有辦法打快攻 所以我們告訴我們球員 你這根本就不需要去說服他 他們就是做 然後最重要的是做的關鍵 樓梯只是一個方法 但這個要求的標準還是一樣的 因為在要求的過程當中 你總是會有所謂的衝突 我不想練了 偷懶 比如說孫思瑤 他會說我腳好累 然後我們又會叫他重來 重來 來 那腳抬高一點點 來 重做 Let's go 重來 重來掛 小丁沒有出聲 來 Go OK 或者是尤其在累的時候 累的時候 他們會做得更慢 或者是他們會做的動作不標準 比如說孫思瑤 他以前沒用打過球 思瑤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現在要你不要做快 等一下... 你現在給我做... 做標準一點點 把腳抬高一點點 OK 好 慢一點點 來 我要的是標準 OK 正確的 OK GO 當輪到隊內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會沒有辦法做到 那時候我們可能會說鼓勵他 慢一點沒有關係 反而要更有耐心 松山高中得到HBO冠軍後隔兩天 教練黃萬龍帶著我們回他的家鄉 這個... 就往苗栗教育道下就可以 苗栗長大的黃萬龍 迫不及待想和自己的高中教練分享 重返冠軍的榮耀 17年他拿公立高中的冠軍 我是球員 103年 學年度 我是公立高中的教練 拿冠軍 小心 恭喜一下 恭喜 我也很想再問教練 你為什麼要當教練 欸 教練 對 排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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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教練好 朋友啊 林增甫教練 是黃萬龍籃球路上最大的推手 1988年第一屆HBO比賽 一群幾乎沒有籃球底子的鄉下孩子 靠著苦練奪下冠軍 當師徒重聚 30年前的往事 清晰彷彿如昨日 你在哪裡 這個是我 14號 林教練家中客廳的牆上 還掛著當時的獎牌和照片 照片裡的14號得分後衛 後來帶領著嵩山高中的球隊 總共摘下 製作HBL的桂冠 那時候教練教我最厲害的一招就是 踩一個腳步 一個夾晃 一個夾晃 直接帶一步 上籃或投籃 但黃萬龍在他的啟蒙教練面前 永遠還只是那個 對籃球求之若渴的孩子 所以在帶球 我講你帶球有什麼步伐 你講出來 我考他 然後我就會一直講一直講 講一講 然後反正就 就吵起來 每一次就會出很奇怪的問題 師徒兩人在客廳桌上的沙盤推演 是黃萬龍最難忘的成長回憶 他說當時家境不好 幾乎每天都握在林教練家 鬥嘴聊籃球吃晚飯 他現在還要當教練 他說我們太差了 就是說很多的腳步都沒有教好學生 黃萬龍說 即使到現在跟教練聊起球賽戰略 仍然會得到很多啟發 時代一直在改變 這顆籃球的玩法 也跟著潮流不停變換 可以跟你拍照嗎 教學長 有 從小滋長的籃球夢 在黃萬龍念苗中的三年 發光發熱 每天球隊練完兩小時 他自己會留下來再多練一小時 學校附近的霸玩店 是苦練後的小確幸 我們每天念完球 就會來這邊吃 然後再夏天還有冰 他說他不愛念書 生活裡就是打球 是籃球讓他上了大學 所以他想讓喜歡打球的孩子們 跟他一樣 從比賽裡得到成就感 教會他們 只要堅定信念 勇往直前 世界就會為你開路 我不喜歡輸 所以我會情願在平常訓練的時候 多要求我的學員多一點點 要比別人再多一點點 所以他的學生 永遠要拚盡全力 就算只是練習 也要戰戰兢兢 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比那種 北韓集中營還累 他可以說好 我們現在最後一項 最後一項裡面還有十小項 最後一項練了三個小時這樣 講話 重坐 我要看到姿勢 位置 做對的 來 預備 從松山畢業之後 我就沒有訓練過累的訓練了 我不知道什麼是累 因為松山實在太累 對 但是我覺得松山 幫我打了一個很好的底子 黃萬榮執教松山少林寺二十年 鐵血教頭的封號如影隨心 我最近看起來很怕 我最近看起來很怕 原本幾公斤 第一六 現在 我跟妳是 做這個體能做的 好 然後練球 嚴謹的軍事風格 要求的紀律沒有含固空間 誰對的 我 當然是對的 他希望他的學生是一個在籃球位置上面的拳材 也許你是中鋒 但是你要很會運球 你一樣要會傳球 一樣要會運球 也許你是後衛 但是你一樣是要打到低位的中鋒 2009到2011年 松山高中在HBO三連吧 創下史上紀錄 2012年卻連八強賽也沒打進 當時的幾個大男孩 在球場上哭花了臉 有一年我沒有進前八 我跟他們球員講說 我們球隊裡面是沒有敗將的 投胎起投胎 重新站起來走出這個球場 下一次再來明年再來 所以我訓練出來的是戰將 黃萬龍從沒服輸過 松高睽違三年後 今年再奪冠 他想向學生證明 人生有起有落 永遠有機會翻轉 心裡就是多少會有一點 就是不太喜歡他 訓練的時候不喜歡教練 現在還不喜歡他嗎 現在不喜歡他的時候是很累 當然是很累的時候 現在呢 我覺得他是這世界最好的教練 這位金牌教練 把青春歲月都奉獻給了籃球 我們問黃萬龍曾經後悔嗎 他愣了五秒後這樣回答 也許腦子裡在想 不想當教練 可是心裡卻有一個信念說 教練是一個很神聖的工作 我覺得我很驕傲 我很驕傲我是一個教練 籃球教練 好 從樓梯天上來到五樓之後 很多觀眾朋友一定都想看 球員休息室 對 沒有錯 但我們突襲一下好了 是真的突襲 因為事前沒有跟黃萬龍 也沒有跟松上高總講 所以待會我在開門之前 所以念環一定要有心情準備 對 裡面一定是很亂 而且味道不是很好聞 所以我們試試看 OK 所以 哇 我要講第二聲 哇 這真的是非常非常 15到17歲的男孩子的一個環境 非常真實 氣味也非常真實 平常就是像這個樣子嗎 這個是最糟糕的狀況 因為這也是最自然的狀況 每一次我們都必須要花時間 去告訴他們要把東西整理好 所以一個禮拜大概要一次 所以這也是我們高中基層教練 該做的事情 連這個也歸你 對 所以沒有辦法 因為高中基層教練 你很多的生活上 你可能也要做一些管理 對 因為是高中生 所以黃教練你知道嗎 我在這邊我有一個很深刻的感觸 我覺得你這20年 真的是蠻易於常人的 因為你的角色 對於離家的孩子來講 你就像父母 然後你本來就是教練 對 然後在人格逃誠 跟很多教學官的傳遞上面 其實你也是老師 然後你要幫他們找錢 解決到國外疑訓 財務的壓力 所以經濟上要幫他們規劃 你有這麼多的角色 你一個人扛下來 然後你要解決很多的問題 走過了20年 你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是你怎麼樣把這麼多角色 全部消化放在你自己的身上 其實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 我們講金錢的問題好了 事實上我們是公立學校 外界都認為我們常常出國 可是這些出國的費用 事實上來講都是國外的教練 譬如說我們去美國 都是國外的小馬隊的教練 跟退休的一些朋友 在那邊幫忙我們 義務的 而且我們現在都是好朋友 再來我們去日本 去韓國 都是日本的教練 或者是慶禧大學的教練 他們提供我們落地招待 完全只要付計票錢 任何費用都不用 所以我們感謝這些朋友們 第二個部分就是 就是有一些家裡的狀況 比如說好了 比如說我們有一個修園 在他高三的時候 他爸爸生重病 對 生重病 那我記得他爸爸臨終前 交代我一句話就是 好好照顧這個小孩 對 哇 這好大的托付 好大的托付 對 所以這個照顧是一個 是一個承諾 一輩子的 對 因為 就在病床上 對 因為他爸爸生病 所以有時候半夜的時候 我們都會接到電話 接到電話就說 家裡出狀況了 我OK 所以 明天沒辦法來練球 所以我們就要趕到醫院去 然後急診室 然後後來他爸爸握著我的手說 我把小孩交給你了 未來 希望你好好帶他 我們另外還有一個case 不是case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小孩子不想打了 結果他爸爸一直哭 在我面前 小孩子在前面 其實我最痛恨 小孩子不聽爸媽的話 因為爸媽不會騙他 不會傷害他 可是有些小孩子 在高中的時候 是非常叛逆的 他說我不打就是不打了 結果你知道 他爸爸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 結果我火大了 你怎麼可以讓你爸爸在你的面前流淚 後來他就跪下來了 就說他對不起父親 對不起 所以我明天會好好練球 只要我們看到小孩子可以成長 甚至可以 因為籃球而改變他的人生 這是我們樂見的 因為有時候 這個籃球已經不是籃球了 這是一個教育 我鼓勵我的球員 也鼓勵所有的年輕的朋友們 不管你在任何的行業 你輸是輸一時 你沒有輸一輩子 輸就是為了下一次贏球做準備 我很想知道 你對於籃運為台灣爭取榮耀 你畢生的理想是什麼 簡單的說 就是希望把台灣的籃球 蓋向世界杯 讓台灣的籃球走向世界 事實上我們已經做到了 就是說 我們在2011年的時候 亞青杯的時候 我們拿到亞洲杯第三名 我們打敗伊朗兩次 因為伊朗是上一屆的冠軍 那沒有人看好我們 所以我們擊敗了他 為國家培養出 更多好的一個球員 然後能夠穿上中華隊的球衣 這是我們高中的教練所希望的 我聽你講過一句話 你說你希望 時間交給你更多關於籃球的智慧 我相信這也是人生的智慧 那是什麼 其實籃球就像這個戰術版一樣 我們當教練的會拿戰術版拿筆 然後這有12345號球員 我們希望球員在球場上 做好的執行跟簡單的戰術 松山高中的籃球隊 是松山高中所有的校友的籃球隊 所以我們的球隊的精神的口號 是Do our best 我記得有一年 我們輸了 因為我們永遠不可能是贏家 我們球隊沒有進前八 我們在高雄輸了 就是三年前我告訴我的球員 松山高中只有戰將沒有 沒有敗將 對 因為他的路 從現在才剛開始 所以我鼓勵我的球員 也鼓勵所有的年輕的朋友們 不管你在任何的行業 你輸是輸一死 你沒有輸一輩子 輸就是為了下一次贏球做準備 這就是一些籃球的智慧 相對來講 對於他們畢業以後 或是其他的年輕球員 或是年輕人 我們希望他在每一個行業裡面 都可以真誠地去面對他的工作 謝謝黃萬龍 黃教練 也非常謝謝松山高中 在這次HBL出戰的現場的所有球員 在最後他們要送給觀眾朋友 他們的核心價值精神 作為我們今天的Ending Cut 黃教練 OK Let's go 大家先贏你 OK 3 2 1 Wish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黃教練 謝謝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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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